HELLO 大家好 官方就宣布高度智原文第十賽季的活動內容 高度智原文第十賽季 在2021年11月30日凌晨5時至2022年3月1日凌晨5時 首先你要獲得第九季的季末獎禮 如果你去到R19以上 你就會有一個厲害一般招式學習器 而且也不少得 級別都要歸零 級別的提升會跟第九賽季一樣 在高度智原文出現會更容易足 在10賽季的時間表 大家可以留意下列的日期會在清晨5時開業和結束 首先11月30日至12月14日就是超級聯盟和超級聯盟remix 12月14日至10月28日就是高級聯盟和高級聯盟remix 還有都有一個駕入杯 在12月16日開刨 就會介紹駕入杯的詳細內容 12月28日至1月1日就是大師聯盟和大師聯盟經典賽 駕入杯都會直至12月31日結束 這段期間對戰獲勝的升沙只會為三倍 不包括結束的對戰組 1月11日至1月25日就是超級聯盟和神魯杯 神魯杯的內容我們會介紹一下 2月25日至2月28日就是高級聯盟和高級紀念經典賽 2月8日至22日就是大師聯盟和大師聯盟和大師聯盟 在這段期間也是對戰的升沙只要三倍 不包括結束的對戰組 2月22日至3月11日就是三個聯盟和成都杯 稍後也會介紹一下成都杯的內容 第10賽季高對戰聯盟都不需要高對戰日 會在2022年1月8日、23日和2月6日 零時零分至晚上23點59分 每天最多可以參加20組的對戰 即是100場的對戰 在對戰贏了時的升沙會是4倍 不包括結束的對戰組 以及不會跟1月8日的3倍升沙活動跌加 這個賽季的某些級 首次三勝後 你就可以遇到特定的小贏 究竟遇到什麼呢? 大家可以參考右手邊的圖片 而去到你一般三勝後可遇到的小贏 大家可以去看看 好了來到今季的重點之一 就是這個級別的獎勵 首先到級別3的訓練家 就會獲得到面罩叔國比卡超的服飾 如果之前獲得過的玩家 那就不要再獲得一次 還有來到真的重頭戲 那就是Footmai特利的服裝和訓練家之勢 就會登場在Pokemon GO裡面 大家如果是屬於XY的動畫或者遊戲 那你都會知道Footmai特利就是閃電隊的首領 還有是散派角色來的 他的青鷹級別就會獲得到他的手套 他的資深級別就會獲得他的鞋 他的戴人級別就會獲得到他的褲 他的傳說級別就會獲得到他的外套和他的姿勢 他的訓練家的姿勢如無意外就是我們這幅圖 雖然他的姿勢好像不太大動作 但其實也相當型 去到級別19會獲得一個厲害特殊招式學習器 還有會有一個厲害一般招式學習器 作為這個賽季的結束獎勵 去到這個杯賽的部分 剛才也提到不同的杯賽 首先說到這個駕入杯 我可夢的必須要剛剛好或者低於1500CP 才可以上場 還有他的屬性也有限制 一般草、電、兵、飛行、幽靈的小人才可以參加 第二個杯賽 神老杯 也是剛剛好1500或低於1500CP的小禎 還有必須要在第四代小禎上場 去到愛情杯 你剛剛好在1500CP或低於1500CP才可以上場 還有你只可以用粉紅色或紅色的小人參賽 第四個杯賽 就是成都杯 你也是一樣 剛剛好1500CP或低於1500CP才可以參賽 還有你只可以用第二代小人參賽 還有關於超級聯盟的Remix 這次按了頭20隻小型 而高級聯盟的Remix 就按了10隻小隻型 好了關於這個招式的跟動 第一招 顏石封鎖 在PVP 是保證降低對手的攻擊力 第二招 拍擊 同樣也是PVP 有點改變 就由5的傷害 減到4的傷害 第三招 重鳴 在PVP和PVE 由原本的90傷害到100傷害 我猜應該道館或一團體戰 都應該不大影響 也是招式的更新 有些小人原本是學不到這招 但是現在已經學到了 頓甲你還會學到特殊招式 泰山牙頂 班頭夜影 還會學到特殊招式 暗影球 用眼魔牛 你還會學到一般招式 燒盡 和你也會學到特殊招式 岩石封鎖 章魚桶 可以學到一般招式 鎖定 素材怪 可以學到特殊招式 岩石封鎖 可多拉 可以學到特殊招式 岩石封鎖 還有兩隻 多時可多拉 和念力好偶 你也會學到特殊招式 岩石封鎖 高隊殿民的第十賽季 就是這麼多 大家在第九賽季 有沒有去打 有沒有打到至少R69 還有大家又喜不喜歡 第十賽季的 芙拉達麗服裝 姿勢 還有一些新的杯賽 和特別的杯賽 大家最喜歡的一樣 如果喜歡這影片 記得按讚 訂閱 記得按讚 記得按讚 按讚 如果想知道 生活動態 生活日常 訂閱 按讚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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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